平頭橫春臺26線帆船石路段 為了要防堵土石流 公路總局就在邊坡設置了水泥溝 而當地就是路線會出沒的路段 環保人士就很不滿 說這個水泥溝設置的太高了 而且牆面光滑 就算路線爬上去 也可能會不小心摔死 工程根本就是扼殺了路線的產卵神經 墾丁臺26線船帆石路段 今年年初豪雨沉災引發土石流 公路總局緊急強修在道路兩旁設置邊坡 但工程卻引發環保人士不滿 認為對路線的生存不友善 很會立的下來了 結果到水溝又要上來 我們還拍過摔死的 有時候它還是不小心會失足 每年6月到9月 路線媽媽都會穿越馬路到海邊禪亂 而水泥溝深度大約一公尺 對小小的路線而言實在太高 而且材質光滑 路線要嘛爬不上去 就算爬上去也會不小心掉下來摔死 監獄室的工程讓環保人士痛批 這是在扼殺路線產卵的生機 大家想一個辦法 看看能不能比較友善一點 並不是說一定要擋這個工程 過去公路總局拍攝的微電影 護線任務 記錄如何保護路線媽媽 通過馬路產卵的過程 獲得國際短片獎項 如今水泥工程卻對路線造成威脅 相當諷刺 公路總局緊急找來專家現場搶修 雖然這個自在路段離護線路段就是有相當的距離 但是我們覺得說既然它也靠近我們的護線路段 但我們也為了維護用物的安全 但是我們也希望能夠兼顧友善自然生態環境 公路總局指出當時考量土石流會溢出路面 才會提高水泥溝深度 目前已經鋪設王閣 讓路線可以順利越過邊溝 達到工程和生態友善並存 記者出事委 評論報導